6點14分一起來關心今天週末假日的天氣如何 首先來看到是衛星雲圖 那麼其實呢今天天氣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個東北風的天氣形態 不過呢水氣可以看到呢仍然是偏少的 所以呢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雲到勤的好天氣 如果呢有計畫要趁著今天假期來出 有的觀眾朋友可以好好把握今天的天氣了 不過呢這個各地的清晨還有晚上 仍然呢溫度是偏涼的 所以呢早出晚歸也別忘了多加一件薄外套了 那麼接著呢今天的降雨狀況如何 再來看到在白天呢 這個基隆北海岸還有宜蘭花蓮地區呢 水氣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呢可能會出現零星的短暫雨 另外呢還有一波雨勢呢 是集中在這個中南部的山區 也可能會出現小範圍的震雨 所以如果呢要前往中南部山區的觀眾朋友 也要特別留意了 那麼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如何呢 再來看到北部今天20到29度 是多雲的天氣 那麼中部南部呢最高溫大約都是在31度 不過日夜溫差比較大 要特別注意這個氣溫的變化 來適時調整您的衣物 在東北部呢降雨機率喔 可以看到是比其他地區還要高的多雲短暫雨的天氣要留意了 在外島地區呢馬祖降雨機率是30% 金門澎湖呢則是一個多雲穩定的好天氣 接著來看到未來幾天的天氣走勢 今天明天呢東北風會稍微的減弱 在東半部的地區呢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不過各地呢大部分都是多雲到勤 只有在這個北部的山區還有東半部的地區 可能會出現零星的短暫雨所以要特別留意 來到的下個禮拜二呢這個東北風又會開始增強了 北部東北部呢要開始出現溫度的變化了 氣溫會稍微的變涼 其他地區呢早晚的溫度也會偏涼 所以禮拜二開始呢早出晚歸 還有騎車的觀眾朋友要記得多加一件外套了 另外在東部地區的朋友呢 還要留意這個下雨的狀況 如果不想淋雨的話呢記得要帶把傘出門了 最後小叮嚀呢來看到在中南部 日夜溫差比較大 別忘了這個外套要記得帶一件了 尤其呢是騎車的觀眾朋友要注意不要感冒了 下週二呢這個東北風又要增強了 所以呢氣溫偏涼要注意天氣的變化 另外在東部沿海地區呢 有可能會出現長浪 因此海上作業海上活動也要特別留意 那麼以上呢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資訊 提供給你來參考